高雄市政府 我觉得就像放羊的小孩一样 为了选举的考量 一直放风声要来拉台绅士 电名陈奇迈大玩文字游戏 因为前一天他才这样说 这个月应该会动工 表定的时间在这个月 这句话让外界乐坏了 以为8月7号要动工的是台积电高雄厂 没想到真正要动工的 是男子产业园区 至于台积电甚至连土地 都还没跟市府签约 5月的时候呢 媒体也报道6月动工 现在又说8月要动工 军发局在昨天下午也承认 根本土地都还没有签约 动工办到要至少两场以上 一直在做大内宣 请问一下相关的细节 我们希望预算花在刀口上 台积电签约还没谱 就先代为宣布 来因议员批评 陈奇迈根本就是大内宣拉选票 听说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 也在跟台积电同步讲说是2022会动工 积水都没有停过 有没有可能对于土壤的部分造成二次污染 整治的过程里面老宅都深受二次的污染 到底要怎么样安置他们也没有讲 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谢谢 四两波监禁不随来因其武 直接把问题推给了进发局 或者是高科技建厂对熟悉的人来说 都知道有既有的流程以及方式 相关的准备工作我们东西台积电 有密切的协商以及接触 其实从传出台积电要进驻男子 至今过了将近九个月 土地都还没成租 考量原因就是因为地方科学园区租金 比中央贵两倍 让户国神山都却步 不过台积电高雄场还没正式落脚 也已经先成了蓝绿选战攻防焦点 环宇新闻李伟卡正有听白云飞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